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你啊 假 走了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来 误会 怎么了 你 我跟你说 我刚来意大利的时候 要是喝多了 在街头睡着了 好多流浪汉就翻过兜 我这是条件反射 别介意啊 来 起来 瞧瞧眼了 没馅儿吧 来 我补偿你 六神沐浴露 净粮提神花露水 青春不留遗憾 我跟你说你真以为我们资本主义国家什么都没有卖 我 我用习惯了 这面我好久没吃了 谢谢啊 这 这 不算 不算 我 这 这是我最后一碗吧 你给我 别别别 你没良心啊 我管你吃管你住 我就吃你会儿方便面的不行啊 不是 不是 那个这儿的饮食我还没习惯呢 好 你等着啊 张玉摩塞尔十五世纪九庄 我管那朋友刚刚帮我带来的 一千多人命费 换这个 值吧 这本来留着自己吃的 我再拿手菜 糖醋排骨 两个换一个 怎么样 好 谢谢啊 好香啊 明天帮我去找包吧 找到吗 那包对你有多重要啊 非要找啊 我 不说算了 咱聊个八卦点的 有谈过恋爱吗 你呢 有啊 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啊 你小子看不出来啊 原来对这方面感兴趣 喜欢打听别人的罗曼史 行 我说我的 我说我的 但你也要说你的 作为交换条件 行不行 行 我是为了她来到意大利的 算了 你别说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刚刚来赶就想给你讲个 惊天地气鬼神的 浪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 你干什么都打断我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嘴上 嘴上 怎么了 有东西 来 帮帮帮帮帮帮帮我擦擦 我擦了 来啊 要帮我擦擦吗 来来来 你是不是个男人啊 你有没有一点自理能力啊 这件事情还要我帮你做啊 你能不能在乎别人的看法啊 你 你抛弃了过那一切到米兰来 是为什么 你的人生你理想呢 你就要攀附这么一个老女人 过一辈子是吗 我不就让你帮我擦个脸吗 我是看你平时不说话 我跟你开玩笑的 你还够认真 来 聊个玩笑 你还想不要药包吗 你还想要药包吗 你还想要药包吗 你还有很多呀 拿去铁一定会 喝水 你还想要药包吗 你平时不堪 帮帮帮我抱责구요 你还想要さop 我去接人呐 对了 别太难受了啊 在米兰被抢被偷东西很正常 吃一欠长一智啊 我也得接轻敲证这个人 干嘛 我就是陈耀正 你就是陈耀正 怎么证明啊 我的护照在包里呢 你是那个 大王叫我来巡山对吧 暗号正确 这缘分啊 我的包 我去找你 看在你是我客户的份上 我尽量帮你找 不行不行 不能尽量是一定 我钱包还在包里呢 如果不找到包的话 没办法付你钱 行了 尽量吧 来来来 我带你去坐我的豪车 走 好 就这个啊 这 这我罕你的车 我那豪车被朋友借走了 你这样就坐一下 就这车你还收我五欧元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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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都坐的东西啊 我到这儿上了你呗 来 进来吧 来 怎么样 这就是网上说的 温馨的小物啊 够温馨吧 嗨 莎拉 阿里 我做了一碗鱼 你会吗 一碗鱼 好的 谢谢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是做城堡的女主人 Sara 买乡 罗伊有个朋友 刚才到苗兰 你必须在一起吃饭 什么旅行 你还在家里面吗 不 你必须在我的朋友 好的 你们两个 不会真的是轻语吧 你猜 走 哥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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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是谁啊 你又要编什么故事啊 还要骗我啊 给我五分钟 九分钟 嗨 嗨 这又是我的朋友 我帮你把你的包搞定了 在等你包的时候 我带你逛吃吃这里的好吃的 走 走吧 嘿 蓝老 你要干嘛 小偷 来了 你还好吗 好 谢谢 我都没关系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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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陈老师 就是因为你这正义的举报 等于得罪这一片的 小偷集团 我跟你说 你那包可能永远都找不回来了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那小偷跟他们是一伙的 刚才我找到他已经答应我 把包还给你了 你这么一闹 得 他们绝对不会还你 所以你和小偷也有勾结 你有病吧 我跟他们这井水不犯河水 我明白了 你一直在助手为虐 陈小偷你有什么自然啊 你这刚好米兰的生存规则吧 米兰的生存规则 就是让你在网上调留学生 然后高价让他们 住你本来不花钱的城堡是吗 你就为了点钱 就和那个老夫人住在一起 你在大街上看见小偷 你都不管是吗 你凭什么说话这么难听 你说话已经算好听了我了 那一个包不用你绑找了 我自己也能找 我告诉你 你永远找不到你的包 林静 我的包也许永远也找不到 正是因为有你这种 小流氓的存在 多是你小流氓呢 你这想想怎么生存下去吧 这小偷他们这个暗算我 试的就是你 你一个小偷 这点离家 臭小子啊 看你们这别人想不到 下手这么黑啊 第几次打架啊 一二次 我跟你说一个站住 你理智一点 你没我 你在米兰 你饿死 你没地方住 你知道吗 站住 会骑车吗 会 给我扶住 我跟你说 我拖救了 骑不了了 你带回家 真的 我告诉你啊 要不我有旧伤 我今天绝对不能 造你暗算的 赶快了 赶快来 诶 滚 诶 滚 osob 请 without du respect stinaab are you really 妈 do you think really with us no ING is the best friend of my husband when my husband was gone and he left me the obんで 他要照顾我 动不了就别动啊 你信不信我不用右手 你老样能做一份的 捡死 我捡你 信不信 别跑 我捡死你 你把他放上去 你把他放上去 别跑了 把他放进去 放进去 放进去 这发什么 经过我的观察 这个城堡还真的是年久失修了 应该找工人好好休息一下 不愧是学建筑 好 得 看来那住处费有着路了 好好干 小伙 请一下吧 你起来 干吗呀 起来 洗澡去 叫洗澡 你干吗 叫洗澡 洗澡 好水 好水 行吗 嗯 这儿咬 帮我擦一下 帮我擦一下 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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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啊 你上次不是跟我说 你想听我的恋爱事吗 我看你今天给我洗澡的份 我就告诉你 好 那些一个和我青梅竹马 一起长大的女儿 一个偷看我 会脸红的女儿 一个温柔体贴 愿意把全世界都给我的女儿 林静 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 我希望现实生活当中 小美人鱼和小王子 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一辈子 永远都不分开 你愿意吗 我却自私地抛弃了她 逃到这儿来 来 你干吗呢 你洗澡了干吗 你故意的吧你 告你 我洗澡 你这么给人洗澡的吗 你这么洗啊 你别弄 洗完了 你洗吧 哎 脱衣服啊 你先出去啊 我都被你看了 脱衣服啊 你先出去啊 啊 间刻 断鼠 في 怎么这么着急啊 为什么不懂天亮在走啊 这次老爷子病发特别严重 我要赶最早一半被寄回去了 把大爷先放上去 别担心 你会看你的父亲死了 谢谢 你要帮我照顾好我的哈尼啊 放心吧 Ciao Ciao 小姐 我跟班农孝 要是 我都不想想过 你会怎么学习 我自己就 пис了 要是 不想笑 你会想不想 你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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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开玩笑了 看你脸都下白了 我走了 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 在座的各位都是立业之后 在求职的过程中 经过重重筛选 记录星辰的 星辰的未来 还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 星辰有你们 说我们的 感谢以往大家的付出 请大家提起手中的酒杯 为我们星辰的未来干杯 谢谢你们 干杯 你说这郁董事长吧 那就是人身楷模 人身典范 作为一个女人 白手起家创立了星辰 咱祖国呀 有许多建筑 那可都出自星辰哪 那女的 穿白衣服那漂亮的姑娘 谁啊 好 那个女的 那女的叫施杰 之前就是周总一秘书 现在人是董事长的秘书 这么年轻就能做董事长秘书 这人是不啊 女人就是比男人有派对 何况这么漂亮的女人 来了来了来了 快快快 董事长好 董事长好 各位 这位就是我们的郁董 这位是秋副总裁 这位是周副总裁侯主任 这位是我们分部的冯总 陆总 董总 还有那位是张部长 各位很高兴 在这里敬你们 谢谢董事长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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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董事长 谢谢董事长 董事长 谁 这两位就是传说中 星辰的两朵小花吧 没错 没错 先招的是郑薇 最后一个呢是许家的 最后啊 就招了这两个小姑娘 好 这以后公司里的单身汉之间 又要掀起一阵兴风血雨喽 新来的两个小姑娘是吧 把酒倒满了 敬咱们领导啊 每个人喝三杯 倒酒啊 女孩子能喝一点酒 也是好事呀 这样显得有鹰气一点 我们星辰的女将 要的就是这股子鹰气 好 少倒点 少倒点 够了 那我就 敬各位领导一杯 好了 好了 够了 这小姑娘有点意思啊 好 好 好 刘萱 喝 喝 那我也代表我们基层的新力量 敬各位领导一杯 我平时不太能喝酒 你大学时候不是挺能喝的吗 多倒点啊 快了快了快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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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敬各位领导一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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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小姑娘都有一点意思啊 好好好 这一切都没有关系 这一切都没有关系 我就是我来叫警察 我来叫警察 我叫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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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他离开 好吗 我现在让他离开 我让他离开 我让他离开 我将会再抗招 我让他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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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一切都不开 我让他 我让你们解放 我这аем 走吧 我让你 comics写 我一个人 没有 没事吧 硬是露血了 快急了 没关系 我还给你 没事 你太没了解了啊 我的家人 你都不仅是 intéressant 你还是知道 礼物 你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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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水 你喝水 哪个酒 你喝水 喝水 你喝水 我喝水 哎 说真的 今天课上修怎么样 别提了 我来意大利以后啊 最后悔的事就是认识你 照这么下去 我这在学期末 不知道得挂多少课呢 我原来在学 在学校的时候可是学霸 我跟你说我也是学霸 你来意大利啊 绝对不能辜负这里的 美景 美酒 不 尤其是女人 不然啊 你就罪打个击 算了吧 那是你的罪 我啊 跟你可不去人相讨 看不出来啊 你还是个挺专一的情种啊 怎么样 还想那个女孩吗 那我也想要说 你多想要那些事 我可以给你解释 你家你们应该觉得 对像你很经常 我不会去那些事情 是啊 这样子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晚上有时间吗 你说得对啊 在外面吃多没营养啊 你尝尝 我今天坐这儿排骨好有点甜 你先吃吧 吃我吃 喝点什么 你有什么 只有啤酒 我要你 身边那挺啤酒 你真的一点都不吃 我最近胃口不好啊 少来了 你太没良心了 在敏兰你少吃我做的菜了 你在医院里都那样了 你还给我抢排骨呢 无事不动三宝店 有什么事找我你直接说吧 你 你 我 Wei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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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或许我应该问你做过什么 把自己内心的黑暗面 在适当的时候 向该展现的人展现 即便用了一些小手段 也不是什么问题 更何况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沈耀正 你的人生 终于出现了一厘米 甚至十厘米的无常 上学的时候 我的教授曾经告诉过我们 任何建筑 都允许存在合理范围之内的无常 只要它建得足够牢靠 这个误差 就不足以导致这个大厦的崩塌 明白 大厦财务有问题的时候 你内心难道没有一丝丝不甘心吗 你难道没有冲动 想向这个世界大声地喊 原来还有对和错这件事情吗 你猜 来啦 你来很久了 好像你就喝醉了 喝什么 马丁尼 对 酒量不错啊 我朋友 你在米兰的时候不是说最讨厌假样贵子嘛 说吧 说吧 你找我来今天是公事还是私事 公事私事的 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 叫你出来喝杯酒不行啊 再说了 我已经签了一个巨大的案子 我希望你为你赢了双赢 无药可救 你就说家院那个案子是不是 不是还没有签约呢吗 已经是主书的鸭子飞不了了 这个项目拿下来 我们和星帽的合作 是不是就可以顺利地推进下去了 看来你今天找我来试谈公事是吧 如果我要是想找你聊聊 聊什么 不管了 先喝一口 陶尼 你包掉地上了 陶尼 你包掉地上了 陶尼 你包掉地上了 就帮我来点你 我来说我来说 快点儿 你可能要再来点 我来点他 我来点你 我来点你 走 我来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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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 我来点你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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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经理 我知道你想更实 请你相信我 家院大厦这个项目 绝对没有问题 您就不要再解释了 这次我们得到的数据 很详尽 关于家院大厦的产权负债 我们也讲得很清楚 这些数字也得到了证实 准确无误 我们星报投资 对每一笔风投资金 都要承担 比你们更大的风险 你明白吗 所以这次合作 我闹闹是什么 我会见到的 你不认识 那一笔风投资金 都要承担 但你不认识 我以为你 你不认识 我表示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会见到你 没有信心 我都给你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说得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已经订好了酒席 希望大家都能闪光 陈助理 陈助理你也要闪光啊 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 就不去了 这怎么可以呢 你身体不好就少喝点酒 多吃点菜 好了 身体不舒服早点回去休息 项目做得漂亮 怎么不是台阶呢 他就这副德行 这次是我的事 多亏你了 你等着 请问 这是郑薇的电话号码吗 是啊 您是哪位 我就是陈孝正 他大学的男朋友出国之后 他俩就分手了 好像叫陈孝正 我谈了一场要死要活的初恋 挥别了 曾经想要托付终生的渣男 我真切地感谢你带给我的这一切 咱聊个八卦点的 有谈过恋爱吗 你上次不是跟我说 你想听我的恋爱诗吗 那是一个 把我青梅竹梦 一起长大的话 那是个男人 你抛弃了过那一切到米兰来 是为什么 你能不能负责任一点啊 林经理 帮我查一下 下午有没有去米兰的航班 稍等 林经理 下午只有海航飞罗马的航班 好 就定这也有 好 小哥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林经理疯啊 你神经病啊 是 我是神经病 我真没想到 抛弃郑威 跑到米兰的男人 真是你 早知道是你 我就不会今天揍你了 你早就知道我是谁了 这重要吗 陈小长 你除了自己的事业 还有什么重要的 还有什么重要的 你除了自己的事业 还有什么重要的 我说不容易 你不是她去哪里是吗 是谁了 哦 她去哪里呢 你是不是 有听见 小郑啊 有没有男朋友啊 还 还没有呢 你看看 看看 多好的姑娘呀 真是太可惜了 我呀是没有亲弟弟 我要是有弟弟呀 一定把你娶回我们家 做一家人 不过没关系的 下次有机会啊 李姐给你介绍一个 好 谢谢 李姐 你看 就觉得和你有缘 光顾着和你说话 我还有正事要找周总呢 李姐 周总他有事情 去青州出差了 今天不在 那可怎么办呢 我这儿还有一份 年末公司年会的 经费申报表 要周总点头签字的呢 这个怎么办呢 很着急吗 能不着急吗 你想啊 我们星辰是个大企业 这上上下下几千个人 一年下来吧 大家都很辛苦的是吧 那李姐呢 是做后勤工作的 就想为大家办点实事 那想搞一个大家喜欢的活动 让大家开心开心 好啊 这是好事呀 可是没有钱 没有经费 搞什么活动嘛 你说是吧 薇薇 我叫你薇薇 你不介意吧 我当然不介意啦 李姐 我就是觉得和你亲嘛 薇薇啊 依你看 我报的这个金额 周总会不会批呀 哪 这 这 这个我哪儿知道啊 这 这个我哪儿知道啊 你都不知道 还有谁会知道啊 我就随便这么一问 那 依你看 周总会怎么说呀 嗯 这儿咯 好 姐呢就私下里问你一下 其实我这个都问过邱总啊 邱总都说 周总肯定没有意见 我这才敢把报表拿过来的 谁都知道的 这个周总啊 在资金方面特别地紧 谁没事找涮呀 你说是吧 你呀是周总选中的秘书 周总选人 可是出了名的严格的 你是他万里挑一选中的 多少比我们明白他的心思 你要是给句话呀 姐这心里不就有底了吗 美女妹妹 喂喂 你赶紧看一下 来来来看看吧 好 我看看 你找我们来这儿干什么 妹妹 好 我想给你看这个 对关于瓶里有一个纸条 是一个人 写着他最爱人的名字 你猜 是谁想的 林静 没想到你还会玩这招 瓶子里面明明是两张纸条 是一种纸条 我不知道你没有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的话 我也没兴趣知道 你不想看看吗 是 五年前 那个人 在这张纸条上 写下他一生最爱人的名字 放在里面 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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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情实感 但你能否定那个人的存在吗 你是想说曾欲吗 我们两个已经分手了 在我来米兰的第一天 来了 你不是说要去瑞士吗 知道你要来 所以不去了 你不是说的吗 曾欲 我有话想跟你说 我先说吧 我在意大利的课程 马上就要结束了 所以我打算回国 我们的关系 到此为止吧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陈校长 我很清楚 经过这么多年 我们的生活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我也已经不是上学生了吗 我觉得是时候 让我们的关系 变得更简单一些了 你确定你考虑清楚了吗 我确定 我还能相信你吗 陈校长 我还能相信你吗 陈京 你记得那年在湖边 我们两个被靠背 写在漂流品里的名字吗 那张纸条上我写的名字 就是我这辈子被依爱过的人 就是我这辈子被依爱过的人 因为我还没有恩 是 走 走 别偷看啊 这纸上啊 都写了我们最爱人的名字 补与你 实宜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